Hello, 大家好, 我是 諾波Loot 來到牧場的第一件事就是鮮養雞 一開始什麼都不要理, 一直砍樹, 砍石頭, 割草就可以了 我們需要二十個魚木, 二十個石頭, 三十個草 在六點之前收集好材料, 體力一定夠用 修復雞舍, 崇養野生的雞, 都會在雞舍附近出現 然後將雞放木, 這樣就不需要為治療 到第二天都可以開始生雞蛋 將野生農作物收成, 收拾野草, 背殼等等 雖然沒有賣, 橄欖陣的公所裡會有遺托 有些人專收這些不值錢的東西, 花花草草木頭等等 每天都不同, 然後在橄欖陣轉一圈, 和村民聊聊天 拿相機呀, 拿魚缸呀 回到家, 我就發現身上多了些肝治療 應該是拿稱號的時候送的 所以可以暫時不用特意去買 只要不是下雨, 一直放木就已經夠了 來到第二天已經有雞蛋了 第二天, 村長會給你道具, 可以開始種農作物 第二件事就是製作木材加工機, 需要二十個餘木 所以第二天都是一直砍樹, 砍樹砍樹 那樹根可以先不用砍, 因為只有一個餘木 然後你收集四十個餘木, 為什麼? 因為第三件事就是擴建自己的家 需要二十個餘木, 和二千元 自己的家是當日建號的 家庭內直接有廚房, 冰箱, 和洗澡房 沒有體力就回去洗澡, 半小時回復一格 回去第二件事, 用二十個餘木製作這個木材加工機 用三個餘木可以加工成一個木材, 需要兩個小時 所以之後都是一直砍樹砍樹砍樹, 加工加工, 回復體力 第三天基本上都會收集足夠的餘木 如果覺得加工好猛的話, 可以再製作一台木材加工機 當你有十五個木材就可以修復橋樑 橋樑是需要第二天才可以完成的 來到第四天就已經修復了橋樑 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啦, 新區域就解放啦 最後提醒大家, 新區域的動物要收集的材料是非常複雜的 其實可以不用太急去解鎖新區域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木場的玩法, 之後就等大家自己去體驗啦 我都要用多四天的時間才儲齊這些材料 有多餘的錢你可以選擇升級道具, 這樣就可以方便你收集這些材料 最後一提, 如果覺得背包不夠用的話, 可以用三千元去擴大 但是如果不急的朋友, 可以去買寵物養的 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幫我點讚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